民和和睦睦,迪利努尔在社交媒体发视频说 嗨,朋友们,我现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洪水了 我的天啊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,这里是沙漠 然后这里发洪水,一米深的水在沙漠公路上 有人说,沙漠发洪水,堵车一个小时了 多车水中熄火,万万没想到去新疆玩一趟 车子在沙漠城泡水车了 此时27日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头一次看到,在沙漠里发洪水 活得久了,什么都能见到 罕见,沙漠的水那里来的,能发洪水 这水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人科普一下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,政党影响,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,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,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,0800-566-688